一個一個一個把他造出來 我們全面搜查這些人 那個曾福瑋的那種國安會秘書長 看他走到哪裡 看他走到哪裡 我們全民動人起來 24小時盯上他 有沒有可能這樣做 這個大家電視機前的觀眾 網路的朋友 動動腦筋 動動你們現在的傳播的技巧 大家既然我們已經 得不到一個公正的政府 已經這個政府已經可以 其實已經牽扯到違憲的事情的時候 人民要站起來 人民運用你手上的和平的工具 我們監督這個政府 監控這個政府 很短 監督跟監控的政府我完全贊成 就是人民必須要避免國家的公權力 來傷害到你的權利 但是有三點我想簡單的說 第一 過去的國安會秘書長有沒有介入選舉 2004年邱毅仁自己是操盤手 但我不是說因為邱毅仁操盤了 胡慧珍就會操盤 因為胡慧珍的個性跟邱毅仁 他不是國安會秘書長 總共秘書長 2004年兩顆子彈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康林祥 那麼我要說的是呢 今天如果我們在媒體上 我很期望就是你們也可以有個當事人曾經的專線 因為無論是胡慧珍也好 希望call in 進來很好 希望他們要有媒體的公審 或者是他們人不在這裡 我們就未審先判 因為無論如何 我們必須要在某一種程度 在選舉的這些喧囂之後 我們還是回來一個國家 永遠用這種高度的不信任跟質疑 跟高度的政治動員跟操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永遠是分裂的 我們面對這個政府 我們已經沒辦法信任 其實民調已經很清楚了 不信任馬英九的遠高於這個相信他的 那因為我自己做過受害者 所以我非常明確知道說 當媒體鋪天的蓋地 把你的名字舉出來的時候 那個當事人是在一個極為悲慘的狀況 你不要看他說也許他高高的在上在某個位子 他沒有發言權的時候 他的名聲他的家人也同時就被 直接的就踐踏了 所以我們做一個現代的法治國 一定不要大家都落入那種未審先判的那種作為 也不要變成一個 都用媒體去公審別人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要進步的 民主進步黨要帶來大家一種進步的價值的話 在這些地方也可以進步 你認為國安會所發布的新聞稿裡頭 我跟國安局跟調查局的說法 他們依法做這些事情 你認為是合法的嗎 我覺得有一部分 他們提出的理由 包括有這樣的公文 有這樣的會計 包括他躍權的部分 剛才我特別講過的調查局部分 有一部分本來就是他的執掌 你們所質疑的是說 他這個執掌在執行的時候有沒有躍權 然後甚至說你有沒有 甚至讓他有更不信任的部分 所以你認為過去像這樣一個估票 針對他去參加哪些人 時間 地點 人數 這樣一個所謂的編審 然後活動匯集 你看針對這個部分 弱轉支持 菜圈圈 約可左右多少選票 你覺得這是合法的嗎 依法的嗎 長期以來我一直很反對 長期以來都是這樣子嗎 我很反對 國家機器變得過大 所以你在台灣 所以這是民進黨質疑的地方 對對對 所以台灣是從戒嚴時期 逐步地變成解嚴 然後經過政黨輪替 我希望我們漸漸地逐漸陽光化 把這些東西漸漸拿掉 因為我自己 我還是要講 因為我沒有看到它的原始的文件 對 我沒有聽到原始的說法 所以真相是什麼 所以不能在電視上 直接就斷定什麼是真相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司法呢 因為當次的兩兆 要武器對等的 在證據說話的情況之下來講 媒體審判是危險的一件事 不是 現在是說 那要怎麼樣還原真相 誰可以給我們真相 那些真相到底要怎麼找呢 在這裡只有我是媒體人 我講一句話 台灣從戒嚴時期到解嚴時期 哪一個憲政改革 哪一個民主改革 沒有媒體的催促 沒有反對黨的催促 反對政黨的還不是 那個叫黨外 沒有他們的催促 台灣可能現在馬英九 可以選總統的機會嗎 第二個 有跌欠的父親 可以獲得平反的機會嗎 我們用四百箱的證據去慢慢地 在這裡面 這個證據是不是 那個另外再談 那個東西如果有興趣 我們倒還可以談一談 不過 整個其實我們社會 推動整個社會 往前走的一個力量 其實是靠著什麼 靠著你媒體去 去整個匯聚社會的 那種社會利益嗎 靠著是什麼 靠著是政治反對人士 是對於執政者不公不義的事情的監督嗎 這種事情是不需要否認的 我完全贊成監督制 我從頭對著講 因為台灣的進度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反對媒體來監督呢 現在變成媒體 就說當事人必須要澄清的機會 胡為生可以打電話